新西兰的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Hamilton是新西兰北岛的一个城市 位于奥克兰以南约130公里处 是新西兰最大的内陆城市之一 汉密尔顿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文化气息的城市 拥有许多吸引人的景点和活动 以下是其中一些值得一提的 1.汉密尔顿花园Hamilton Gardens 这是汉密尔顿的一大亮点 飞誉为全球最美丽的花园之一 拥有许多不同风格的花园和景观 如日本花园、中国花园、印度花园等等 游客可以在这里漫步 欣赏美丽的花卉和景观 2.城市河 Wakato River 这是新西兰最长的河流之一 穿过汉密尔顿市区 形成了城市的标志性景观 游客可以在这里漫步 划船或乘坐河上游艇 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城市夜景 3.新西兰黑水漂流 Blackwater Raffling 这是一项在黑暗洞穴内漂流的冒险活动 游客可以穿上特制的装备 沿着地下河流漂流 欣赏洞穴内独特的地质景观和生态系统 4.汉密尔顿动物园 Hamilton Suit 这是一座展示各种动物的现代化动物园 有超过600种动物 如大猩猩 非洲狮 长颈鹿等等 游客可以在这里近距离接触和学习不同的动物 5.玛丽纳湖 Lakewater Road 这是汉密尔顿著名的自然湖泊之一 位于城市的东南部 是游客观赏美丽自然风光和举行水上运动的理想场所 6.新西兰陆军博物馆 New Zealand Army Museum 这是新西兰最大的陆军博物馆 位于汉密尔顿市中心 展示了新西兰陆军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游客可以在这里学习新西兰的军事历史和文化 7.园艺中心 Gordon Center 这是一个专门销售各种植物和花卉的花园中心 游客可以在这里购买各种植物和花卉 还可以参加各种园艺课程和工作方 8.纪念碑山 Monument View 这是汉密尔顿市中心的一座山丘 上面有一个纪念碑 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为新西兰做出贡献的士兵 从山丘上可以欣赏到城市的全景 9.皇家新西兰飞行博物馆 Royal New Zealand Air Force Museum 这是一个展示新西兰航空历史的博物馆 游客可以在这里了解新西兰航空业的发展历程 以及观赏各种历史飞机的展示 总之 汉密尔顿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文化气息的城市 有许多吸引人的景点和活动 适合不同类型的游客 如果你正在规划前往新西兰的旅行 不妨考虑到汉密尔顿来看看吧